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是温哥华时间4月14日 欢迎收看本期的港王播报 我是珍妃 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公卫危机期间 好不容易积攒起来的名望 又让一个复活节长假给毁了 上周五也就是复活节长周末的第一天 特鲁多在渥太华的每日例行直播中 告诉所有间的大人 这个长周末跟以往有很大的不同 大家应该尽量留在家中 不要去和亲朋好友们聚餐 可就在第二天下午 他就被发现和随行人员上了车 然后开过越过安省和魁省之间的省界 经过了三个城市直奔27公里以外 位于魁省林顿湖的总理度假别墅和家人团聚 更离谱的是 特鲁多的妻子还在社交媒体上 晒出了一组全家人在湖边木屋度假的照片 所以特鲁多的讲话都是说给别人听的吗 网上很快就炸了锅 有的主流媒体甚至用到狂怒一词 来形容加拿大人对特鲁多这么做的不解 什么说好的避免一切不必要的旅行呢 特鲁多怎么带头打破了这个劝诫 报道称 大家之所以会对特鲁多的举动感到愤怒 是因为塔克亚根就没有按照自己所说的去做 避免一切不必要的旅行 有网友表示 自己的父母三周前从美国佛罗里达州回来 但未遵从卫生官员的呼吁 自己没有去探望父母 即使距离父母住处只有很短的车程 这位网友还说 相信很多加拿大人都希望在这个长周末假期里探望家人 但是大家都遵从卫生官员的指引留在家中 上周五特鲁多复活节讲话的同一天 加拿大公共卫生部也发推呼吁大家 长周末不要外出 尽量带在家里 加拿大首席卫生官谭勇士甚至还专门发推呼吁 所有想去度假小屋 度过复活节长假的公众 请留在家中 记住这段时间可不是你的乡村度假时间 谭勇士说 很多人以为小镇人口密度低不容易被感染 这种观点大错特错 数据显示在人口密集的安省 感染率是1.2万分之一 而人口密度相对较低的育空地区 感染率是9千分之一 其实也差不多 更糟糕的是 小镇应对能力很低 如果人们大量涌入 会造成当地的医院不堪重负 而且可能会出现物质短缺 就在上周 警察还在沃泰华和Gatno交接处设立路障 专门警示如非医疗上的需要 将禁止人们进入通行 而特鲁多这次的行程 还需要跨过魁省和安省的边界 这也是卫生部门告诫 加拿大人不要去做的事 还有总理毕竟是总理 虽然照片上只有他们一家 可随行的肯定还会有安保人员 来保护他们的人身安全 目前魁省和安省都已经禁止了 并非居住在一起的5人以上的聚会 那特鲁多的家庭聚会 会有多少人陪同他们一起出行呢 按照安省和魁省的规定 在外没有保持2米以上社交距离的人士 将有可能要面临1000家园或以上的罚款 那咱们的总理特鲁多 到底有没有违反这些规定 眼下还不得而知 有网友表示 包括特鲁多在内 加拿大的国民们一次又一次地被告知 为对抗公委危机 大家必须做出牺牲 可是特鲁多却去了度假小屋 看望自己的妻子和孩子 这样的行为真是让人失望 还有网友因此质疑 特鲁多有特权 他可以不顾避免一切不必要旅行的劝诫 长周末和家人一起出行 但普通民众却因为探望家人 而有可能被罚款 还有更猛的网友曝光了特鲁多一家 度假木屋的地址 强调度假屋就是在魁省境内 所以特鲁多应该被皇家骑警和魁省边界巡逻阻阻止 并让他们打到回府 因为这属于非必要旅行 还有网友称 这段时间更需要领袖以身作则 不过在这个周末 特鲁多就未能做到 要说媒体对特鲁多也真的是不客气 今天他在做直播时 就有记者问到了他的林顿湖之行 就像我上周在我的演讲中提到的 我的家人在林顿湖住了三周 我在这里工作了三周之后 我去和他们一起过复活节 他说 他说他们将继续遵循公共卫生部门的所有指示 另外一位记者仍然不依不饶 大家在社交媒体上想知道 为什么加拿大总理可以去看望他的家人 特鲁多又解释说 这个时候他的妻子和孩子们都在那里 所以他去和他们在一起 这个答案该怎么说 大家满意吗 欢迎给我们留言 4月14日 加拿大全国累计确诊27,063例 单日新增1,383例 去世903人 单日新增123人 从今天午夜开始 任何无症状者返回加拿大之后 都必须有一个可信的隔离计划 否则将被要求在酒店隔离14天 特鲁多今天还表示 加拿大重新启动经济还需几周的时间 在周二的每日简报会上 加拿大总理特鲁多表示 在危机消退之后 将采取分阶段的方式重启加拿大经济 他预计目前离放松限制措施还有数周时间 加拿大劳动部的统计数字显示 过去一个月里 已经有近600万人向政府申请了疫情紧急救助金或失业金 特鲁多说 联邦政府与各省就恢复经济活动的对话在进行中 他知道每个人都想知道何时能恢复正常 但每个人都必须坚持到底 因为加拿大还没有度过第一波 他说 现实是还需要数周的时间 我们知道启动经济至关重要 但必须分阶段进行 我们必须保持警惕 直到找到了针对的疫苗为止 特鲁多表示 某些行业的工作风险比其他行业低 因此这些领域的人也许能够更快地恢复工作 对于何时重新开放与美国的边境 特鲁多说 与美国官员的对话仍在继续 但将在数周内维持封闭加美边境的措施不变 特鲁多表示 从今天午夜开始 任何无症状者返回加拿大之后 都必须有一个可信的隔离计划 否则将被要求在酒店隔离14天 费用由联邦政府支付 目前加拿大全国只有4个机场 接受从国外来的航班 他们是蒙特利尔市 多伦多市 卡尔加里市 和温哥华市的国际机场 如果你在国外居住数年 目前在加拿大没有固定住处 或者你要搬去落脚的地方有老年人 你都有可能被要求去酒店隔离 根据新规 所有旅行者都要向海关官员 提交一份自我隔离计划 其中必须上报 他们将要隔离的地方的详细信息 并承诺直接到达目的地 中间不做任何停留 如果没有自我隔离计划 将会被带走集中隔离14天 此外 任何有症状的旅客都不可能走出机场 根据联邦检疫法 返回加拿大的旅客 必须直接回家 并居家隔离14天 不许购物 不许与家人见面 不许在本地旅行 4月10日 加拿大皇家骑警表示 加拿大公共卫生署 已授权其根据隔离法的执法权利 而CMP可以随时探访房屋 检查最近返回加拿大 并属于强制性自我隔离的人 一旦发现有人没有遵守隔离法 可能面临最高75万元的罚款 6个月的监禁 一旦违法 并且导致他人感染去世 面临最高100万家元的罚款和3年监禁 加拿大各地警察局的皇家骑警 都有权力强制要求这些人待在家里 他们对违法者可以立即逮捕 而不必发出出庭通知或传票 在今天的发布会上 特鲁多还说 联邦政府在刚刚过去的复活节 长周末收到了4批个人防护用品 包括110万个N95口罩 这些口罩都将在今后几天 被发到各省 周二贝斯省首席卫生官亨利医生宣布 单日新增27个血诊 累计1517个 单日新增去13人 累计去世72人 在卑诗省目前住院人数为134人 其中58人在ICU病房接受治疗 康复患者942人 从地域来看 温哥华沿岸卫生局辖区共658例 菲沙卫生局辖区601例 温哥华岛卫生局辖区89例 内陆卫生局辖区141例 北部卫生局辖区28例 安省卫生厅公布的数据显示 截至4月14日上午10点半 安省新增483个确诊 累计确诊病例达7953例 单日新增去世43人 是工卫危机发生以来 因此去世人数增加最多的一天 卫生部门表示 目前安省已有334人失去生命 其中135人住在长期护理之家 有210名为80岁以上的老人 这一数字约占所有去世病例的60% 尽管这一群体仅占所有确诊人数的16% 周二 魁省卫生部门宣布 单日再有691人确诊 累计14248人 单日新增去世75人 累计435人 数字也相当惊人 魁省卫生厅表示 目前需住院者有936人 其中在ICU病房的有230人 让人担心的是 这个长周末按捺不住出嫌的加拿大人还不少 在卑诗码头上简直可以说是人山人海 热闹非凡 上周五上午 从特瓦森到温哥华岛的杜伦载客率达到了94% 晚上七点半到贵尔夫杜伦岛更是接近全满 说好的不出门呢 高速公路上 各种捆绑着眼影装备的车子们 按捺不住的往前冲 CBC记者在码头采访了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乘客 他表示虽然很担心 但这不足以让他取消复活节长周末的活动 对于小岛医疗资源有限 只有一台呼吸机和少量床位 他看起来也很乐观 如果生病了 政府会派直升机带我们出去 不过在这里还是想提醒大家 加拿大工位危机仍在不断攀升 经济遭受重挫 胜利的曙光来之不易 还是希望大家能坚持配合继续珍惜 这是今天港湾播报的所有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点击屏幕右下方订阅我们的频道 我是Jennifer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